星岛日报报道 成交署昨天在香港成交学院举行学员结业会操 由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结业仪式 检阅128个二级成交助理 回操中结业学员先以整齐步操 拼继出成交署徽章内指南针同干 象征学员对服务国家及香港有清晰目标和方向 李家超在致辞时表示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 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而成交署是守护香港6支纪律部队之一 肩负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使命 东方日报报道 一对夫妇和他们的亲友涉嫌鹅青在交通意外中受伤 骗取社署交通意外伤亡援助总共大约60万 由涉及诈骗5家保险公司 批出医疗赔偿超过31万 联署落案起诉3个人 总共10项欺诈及串谋诈骗罪 两宗案件昨日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 案件押后去到明年1月19日再信 以等待辩方索取文件和法律意见 被告获准继续保释 请不吝点赞 杨并沿路 请不吝点赞 杨并沿路 吝点赞 杨并沿路 不吝点赞 杨并沿路